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南半球的阳光真的是非常的灿烂 非常的灵魅 非常感谢 北明文化沙罗 自由中国和大纪元时报 能够邀请我来到澳大利亚 感谢澳大利亚政府终于给了我一份签证 让我来到中国 感谢许许多多的朋友 为这场讲演会 所做出的太多的努力 付出了太多的心血 真的是很感激 在海外 特别是看到了自己许多的同胞的时候 看到我们中国的父老们 我们年轻的朋友们的时候 心里的感慨 真的是很不一样 我想讲的是 今天的题目告诉大家 我要想谁是心中博 其实说心里话 这么多年我讲过很多次讲语 真正的系统的讲谁是心中博 这还是第一次 我过去确实讲过一些其中的部分内容 某些专题 有的是应要求所讲 有的是我自己想讲 可是这次到澳大利亚来 我告诉自己 一定要系统的讲 认真的讲 并且把我进几年来 也就是随心中博出版之后 我在研究工作上 所获得的一点新的成果 也参与进去 把我自己的感想和所得 及时的告诉给我澳大利亚的朋友们 因为这趟的旅行 对于我的事实在是太正规 我闲话少说 我今天现在就开始进入主题 谁是心中博 我不解释了 两位中英文族事人都已经解释了 我今天只想讲三个问题 这三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的第一讲的 而第一讲的题目就是专制概念 与共和革命 专制概念与共和革命 我在讲这个第一讲的时候 要讲的第一个问题是 什么是专制概念 什么是共和革命 它仅仅是我们中国中华民族 在近代社会发展的过程当中 出现过专制概念与共和革命 还是在这个世界上 在所有具有专制历史的国家里 在这些专制国家走向共和的时候 走向共和的开始之期 准备之时 它就出现过专制改良 然后由专制改良 变成了共和革命 所以我讲的第一个问题是 在这个世界上 在近三百年来 在欧洲出现过一种专制改良 这种专制改良的目的是什么 是要维护现存的专制统治 是要维系现存的专制统治的权利 是为了给这一个已经风雨飘飘的权利的江山 能够继续地苟延缠缠下去 为了预防革命而开始搞专制改良 用另外一句话来说 就是改革开放 对内搞活 对外开放 所有的世界上的前专制国家 在走向共和的准备期 它的专制统治者们都做过这样的事情 并不像 邓小平先生曾经说过的那样 改革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 不是 前人做过 洋人做过 我们的祖宗做过 而是做的有血有泪 有情有恨 也有爱 甚至是付出了太多的鲜血和生命 所以在专制改良这个概念上 我们必须明白 它其中代表的 它有两个国家 一个叫法国 一个叫俄国 这两个国家 就是为了维护自己的 这个专制统治的制度和权利 他们开始搞改革开放 为了救命 并且尼古拉二世的蠢神 维托伯爵 收过一句著名的话 我们为什么要改革 改革就是为了预防革命 革命若不发生 改革可以终止 革命如若发生 改革必须进行 我正好讲反 革命如若发生 改革可以继续 革命如果发生 改革必须终止 正是因为这两句话 正是因为这两个所谓的 专制统治者的改革开放的原则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里面 都产生了一些 血肉模糊的改革开放的进展 大家都知道 沙皇尼古拉二世 继承了亚历山大一世 亚历山大二世的改革开放 1861年改革拢拢 等他到了1905年的时候 当他的经济改革 有了很大的进步 当他的政治改革 在解放拢拢以后 已经停止不前 不愿意再改下去的时候 当人民认为不进行政治改革 就不可能推动 国国的进步的时候 沙皇是怎么回答的 大家都知道 有个流血的星期日 沙皇用枪 杀了一千多个 高举着他的画像 要求他进行改革的 恶格的知识笨子 青年学生和普通的工业农民 法国也一样 法国路易十六二十岁上台 三十六岁被砍下了 十六年间他变显良辰进行对内改革 对外开放 结果是什么 七十四号的巴士底屿 一下子冲进去了巴黎人屋 解救了这个监狱里面的犯人 政治犯人 推翻了路易十六的统治 所有的这些国家 我不能一个一个地说 英国 法国 俄国 德国 没有一个不进行过这样的专制改良 而这种专制改良的根本目的 就是维护自己的权和意 高喊着分权于民 高唱着分利于民 结果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权力更加的集中了 在改革开放的发展中 利益更大的集中了 人民和在改革开放当中 孵起来的那部分人 产生的尖锐的社会对立 私下对立感情对立 这是一种专制改良 但是我还想简单的讲 另外一种专制改良 那就是我们很多中国的知识分子 包括我们自己在内 我们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认为日本的改良就改成功了 东方的催而小国 日本国居然迎合改革开放成功 成为世界上的非常强大的一个地国 还有一种人认为 这也是事实 因为日本相同时期的德国 居然也改革开放成功了 在1871年才统一 然后成为欧洲的一霸一强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他们也是专制改良 但是更准确的说是改良专制 什么叫改良专制 改良专制统治的制度 日本到19世纪末才结束封建 国家统一 凤凰版级建立帝国 天王才成了日本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 他这个形成的过程 他这个形成的过程 从政治到经济到科技的一个进步的环境 那么秦始皇是不是仅仅就是一个专制君主 一个残暴的君王呢 恐怕这个问题就大大的要发生他的反面的效果 因为我说一句老百姓都喜欢说的话 一个少年 一个刚刚成为帝国统一的帝国的少年 一个十五岁的少年 他要改革开放 他是如日出生的 他是朝气蓬勃 他是前途无限的 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搞改革开放 那不过是吃中药保活他们了 为了怕开包 是活一天是一天 日本和德国都是一样 他们在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 终于从分裂的封建的国家 变成了统一的一个帝国 在建立帝国之后 统一的国家之后 他吸收了西方进步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 竟对他进行的专制的改良 对自己刚刚建立的专制帝国 帝国的专制统治 进行了相应的进步改良 他把一个落后的分裂的国家 在这个历史阶段里面推向了进步 甚至于制造了强大 当然专制强权是不能强大的 专制强权 不论你是老化帝国还是新生的帝国 一旦这个专制强权真的变得强大起来了 他一定是对外侵略对内一样破坏的 日本没有逃脱这个归屋 德国也没有逃脱这个归屋 所以我说就专制改良而言 有法国俄国这一类的专制改良 仅仅是维护已经衰老的专制完全和衰老的专制制度 另外一类专制改良 实际是改良专制 它是在从封建制走向君主制 从贵族政治走向平民政治 这两个概念是不一样的 我们明白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对世界两三百年以来的大事 就能有一个比较清楚的了解 那么有专制改良就有共和革命 特别是像法国、俄国、德国、英国这样一些国家 有了专制改良 专制改良的结果 人民没有因为改良而富裕起来 人民没有因为改革开放而真正的具有了人民自私的权利 人民也没有在改革开放的过程中看到统治者怎样把自己的架子拿下来 怎样成了自己人民中平等的一员 这个时候这个社会发生问题了 人民本来是希望执行着专制暴政的统治者能够执行专制人政 可是统治者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继续从藏炮的面孔变成一副善良的面孔 执行了专制人政 可是专制人政的结果是什么呢 它没有分权力 它没有分立于你 相仿是权力和利益的相对之中 更高阶段的击中 从而造成了不患 平而患不均这样一种现象 于是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对立 腐败产生了革命的思想 对立产生了对抗 产生了革命的温酬 腐败造成了革命有可能爆发 我们的前线梁齐曹显得受为一句话 革命党可以胜 胜与政治腐败 共和革命就是在第二个条件下 在人民指望改革开放 指望专制改良 指望统治者能够真改好改学好 真正的做一个好统治者的过程当中 产生绝望 而绝望了得人民 它又什么做不出来呢 特别是连饭都吃很饱的时候 特别是它看到你过着十分豪华的生活 可它却是稀长乐乐一不蔽体的时候 革命就是这样发生了 我知道我曾经讲过 所有的革命 包括孙中山的革命 都是必善良上的 法轮功的朋友 人家本来没有反过共产党 就是心里不痛快了 你已经抓他杀他打他的时候 他也是反江不反共 你最后把人家逼得实在无路口走的 那就必善良上了嘛 那干脆的反了其实就举起来了 旧反共了 必善良上 革命就是在专制改良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 逐渐地运发起来的 大家想一想 中国共产党搞改革开放已经25年的历史了 25年历史的结果是什么 出了一个真上瘾的法轮功 出了一个要反对他的法轮功 什么道理 说明这个改革开放它不是整改 它也不是整改 我们在明白了这两个议题是基本的东西以后 我们要得出一个结论 那就是共和革命是有两个结果的 一个结果 就是 至极了当的共和 孙东参宣说 同为留学 何不为至极了当的共和 而为此不亡不对自己 一现后 所谓直接了当的共和 就是推翻专制建立共和 建立一个真正人民自己的共和国家 这是一种 法国是他典型的代表 还有另外一种 是英国 西班牙 葡萄牙 凡是在欧洲建立了君主立县的 他也走向了共和 他从虚军共和 他走向了石军共和 从石军共和走向了虚军共和 他完成了共和的建设 创造了新的政绩 法国革命 创造了新的国家 英国革命 创造了新政绩 那为什么同样是由专制改良 对付出来的共和革命 会产生这两个完全不同的结果呢 又是性质上基本相似的结果呢 那是因为 曾东三英的一句话说得很漂亮 说 欧洲君主立县 无不为革命之所赐 也就在革命的条件下 是这样的君主 是这样的专制统治者 向人民让步 然后就可能造成君主立县 不识向了统治者 不向人民让步 接着和人民亡抗到底 人民当然就要消灭它 推翻它 法王禄 以石榴 在 巴斯底域被攻占之后 他成了法兰西王国君主立县的君主 可是他不愿意 君主立县 他要彻底的废除君主立县 他甚至于出卖国家机密勾引英国的军队 来推翻刚刚建立的君主立县的国家 其结果是什么 其结果是他被送上了断头台 其结果是法兰西从君主立县的王国 变成了法兰西共和国 就是179月9月22日创建的法兰西共和国 第一共和国 我们明白了专制改良和共和革命 前者的类型 后者的揭露之后 我现在要进入我自己的真正的主题 那就是 满清王朝 改良 专制改良 邓雅明先生说前人没有 做过改革的事情 其实他做的一点都不如 慈禧太后好 他做的比他差的 我们从事实来说 满清王朝是怎么搞成 专制改良的 他的原因是什么 应用四条 第一条 外患 大家都知道 1840年 之后 中英鸦片战争以后 东西方列强 欺凌 并企图瓜分中欧 欺负我中华民族 一个强大的外部的压力 像我们古老的帝国 黑雲成城的样子 这是万败 签订不平正的条纽 签订不平正条约 是国人在心理上 在感情上 感到的痛苦 在经济上 在政治行为上 感受到的 国际坚然的样子 这在中华民族 几千年历史上 是不曾出现过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 是泪患 因为 1840年压兵战争之后 太平天国造反 10年传校 16年立国 打了满清王朝 大半的江生归他所有 打了满清王朝 22万绿营兵 八起兵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非曾国防回 胡兰念乡军 非李鸿章回安徽念 婉军 怀军 就不能够对付他 这样一个巨大的内忧 加大了1840年以后的外贩 交相进攻在这个 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之上 满清王朝 既然改变这样的情况 他要求生了 这是 外贩 又是 还有两个人 满清王朝在经过康勤 盛世以后 到了1840年以后 他已经逐渐衰落 最后王朝 他的兴盛阶段已经过去 他的没落阶段已经到了 这是 自然归类研发 历史归类研发 反正有幸就有衰 有生就有死 第四 不要忘记 秦王朝命短 秦始皇 开创大秦朝 统立中国 只有15年的历史 只有20年 可是秦王朝的智朝 秦始皇 废风界 支军界 区列 中国的君主 平民政治制度 真正在中国的历史上延续了 2100 这2100的专精历史 在不断的求进步 在强化的过程当中 在维系的过程当中 已经真正的衰老了 已经不适应这个世界的需要了 已经在 立强 环45的时刻 我们的这个古老的制度 已经表现出自己种种的 败政和毛病 他到了需要变质的时候 所以我说 他要专制改良 他有四个原因 外化 内忧 统治了王朝的末世 专制制度的末路 交相进攻 风霜欲见 锦相敌 满城王朝怎么办 只有想办法度过这个危机 只要想办法来维护这个王朝 维护大清朝 爱心均落的江山 于是乎 没有变办法 只有一个办法 那就是 外需和容 内需变 所谓大清朝的改革开放 所谓专制改良 说白了就两个字 就是变法 可是变法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 他的变法在哪里 他的变法是在于 他首先要从经济上变 然后还从政治上变 自从1865年 太平天国 终于被剿灭之后 李鸿章 当时的改革派大臣 在外需和容内需变法 这样一个理想之下 决心进行 对对的改革 这个改革内容 就是变法 变什么法 变经济之法 这个变法根本不触及到 满清王朝的政治统治 政治体制 和他的专制统治的行为 和方式 只是 改经济 所以我说这个变法 是变经济之法 在当时它叫什么名字 我想大家都知道 叫 洋劲运动 这个洋劲运动的思想是什么 要搞一场运动 要进行经济变革 它一定要有思想 它的思想是四个字 叫复国强力 要复国就必须强兵 而要强兵必须首先复国 复国强兵就像1979年 我们中国共产党的世界 三中全会一样 要振兴中华 如果不喊振兴中华 没有道理来搞什么改革开放 那么满清王朝的李鸿章会 他们也明白 我们必须要一个口号 要一个简单的理类 让人联续和团结人心 那么这个口号是什么呢 这个口号就叫做复国强力 因为外国在欺负我们 内部有人搞乱造反 我必须要强霸我的军队 可是强霸军队必须 复国 怎么复国 第一 要失离 要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技术 学习这个技术来 建造我们自己的枪炮军舰 这是一条 第二条 我们必须要发动我们的民办企业 能够逐渐的发展起 让我们的老百姓也能办场 也能办局 也能够生产 也能够交换 于是 李鸿章一身炮刀 皇帝 下了个决心 一场洋务运动 也就是经济改革 变在1865年之后的大清朝土地上 蓬蓬勃勃 轰轰烈的发展起来 这就是他的思想 那么他的内容是什么 我想在座的朋友可能都看过《整上共和》这部电视剧 它另外很简单 一 引进外资 第二 实行合资 第三 允许独资 第四 允许 允许 明资 和明白 还有 开放通商可乱 把上海线升为上海道 让上海成为 满清王朝经济改革的 特区 也是中国历史上改革开放的 第一个特区 这些做法 这些经济改革的做法 允许人民开始做生意的做法 允许人民办工厂做做法 允许人民进行商品交换的做法 在中国的沿海城市 让洋人来盖房子 来投资 来办工厂 来赚我的钱 同时 双赢 你也赚 让我满清王朝也赚 这样一种做法 当然 死一个闭关自锁的大清朝 在短暂的时间里面 就忽然看到了 专制改革 经济改革 洋务运动的伟大成就 什么成就 烟海的这些城市 我基本都到过 你看一看大连 你看一看烟台 你看一看 威海卫 特别是上海 那高楼大厦 那一栋栋的花园洋房 上海三条马路上的花园洋房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建立起来的 就是慈禧太后的 开放的时代建立起来的 上海在那个时候也是慈禧太后 对外开放 对内改革的橱窗 一样 它的内容主要就是这些 就是这些所谓经济改革的内容 第三 它的成就是什么 成就很简单 短短的三十来年 上海成了估计上有名的都市 过了不久 它就变成了全世界的四大明珠之一了 它的成就是什么 它的成就是中国 从一个古代化的中国 在迅速的向着近代化的中国卖进 从没有火车 开始有了火车 没有电话电报 开始有了电话电报 没有机器制造 有了机器制造 没有洋枪洋报 开始自己能够制造洋枪洋报 我问大家 这对于一个 原来完全依靠小龙的自给自足的 这样一个状况的古老国家来说 这种进步实在是太大了呀 它是从无到有 它不像49年以后 我们对这个中国共产党的本性争取 它是把中国原来已经有的市场经济 自由经济 已经建立了那样一个经济的成就 车底推翻了30年 领吃社会主义的草 不要资本主义的苗 然后回过头来 再来搞一点所谓的市场经济 资本主义的旧社会主义的命了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是大倒退当中的小进步 那是满清王朝的改革开放 它是什么 它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大进步 我们中国 中国好多历史学家在他们的中国近代史教的书里面 都写出了类似这样的一些话 大清朝的洋务运动 即经济改革 在相当程度上 讲一个完全古代化的中国推向了近代化的发展道路上 将一个完全没有现代和近代市场经济体制的国家 开始见识其妙 他在经济的现代市场体制 他在公交事业方面 他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奠定了历史的基础 他在思想上开始打开了去去西方的大门 开始 传遍了去西方的空气 他不仅 学习了西方的物质文明 想利用这个物质文明来强化自己 而且他开始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 企图将西方的精神文明 为了中华民族的 成长和发展服务 这就是大经朝的经济改革 改革开放的 一个巨大成就 当然他还有另外一个成就 那就是腐败的成就 腐败的成就有多大呢 很简单 当时法国报纸的这样一篇评论 他说 西太后 搞经济改革 大清确实富了 可是 他的国家的人民却是满目从心 其突然痛苦之状 恍恍然不可以中日 大清朝的经济改革 就像要在自己国土上 那些星星点点的判断星火当中 要把他们 变成雄雄的反叛 火 你们看 他取得很大成就 他从古代化走向了近代化 他从没有高楼的大厦到有了高楼大厦 他没有轮船 火车的有了轮船火车 没有电报电话有了电报电话 可是结果是什么 结果是人民的判断的火星 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就要染成烈焰 满清大神刚毅 但是慈禧太后的使命 到明军县 查税舍 整理假政 刚一回来 自己贪污的不说 光是进宫送给慈禧太后的白银就是一百万两 这就是改革开放的另外一个成就 就是腐败的成就 这一成就 随着只改经济体制不改政治体制 只改经济不改政治的发展 而日内的扩大起来 腐化起来 发展起来 终于造成了满清王朝在其经济改革的过程当中 人民和一想不过人 发了财的人当中 发生了冲突 使人民和这个国家的统治者发生了冲突 矛盾不是消极 矛盾是被激化 这就是他的两个成就 第四 他的结果是什么 他的结果我想在座的朋友都知道 1894年一场江河海战 北洋水师全军覆务 富国强兵的愿望 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愿望 30年洋务运动所获得的伟大成就 就在 这一场 海上的战争中 烟相毁灭 因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军舰 和日本人一样 都是从英国门来的 因为我们的军舰的灯位 比日本人的军舰还要大 因为我们的管代人 也就是我们每一所军舰的舰长人 都是英国皇家海军学校毕业的 那人才人才不属于日本 那军舰 军舰不属于日本 那哪一样都不属于日本 为什么江湖一战 打得我中华民族满脸是灰 打得我中国人民满脸是泪 他说明了什么 他说明了 只敢经济体制 不敢政治 把政治这块底牌撂在里边 把经济上的所谓发展 当作唯一追求的目标 从而在政治 制约了这个经济的时候 在经济感受不到真正的自由民主政治的建筑之下 他必然的走向腐败和腐难 大家看到走向共和上面有一个 镜头 订阅建立一颗炮弹 打到日记上 在日记上加了什么状态 他不会炸 因为我们的炮弹里塞的就是炸药 是石头和铜块 李鸿章为了给他的北洋水师 增加军力 增加炮弹 用卖官捐官的方法 换来了七百五十万两白银 这七百五十万两白银 却在慈其太后庆寿的昆明湖上拔了水平 腐败了 贪污啊 人民日报在四年前有一个短短的文章 说得好 经济发展 钱都流到贪官的口袋里去了 这样的经济发展 有什么好 有什么用 这就是满清王朝 为了忠信 为了能够在外患内忧的历史局面之下 维护自己的统治 只改经济 不改政治的一个必然机会 这就是他的经济变化 一把九四年的加务海战 打输了 可打醒了我们中国人的心 打醒了我们一批先进知识分子的痛苦 感肠 他们想到 三十年经济改革 居然不是催而小国日本的对手 居然能全军覆却 原因到底在哪 想来想去 只有一句话 那就是 经济上变良法 政治上 没有变法 所以康永为梁启曹 和中国当时的一批知识分子 他们就做了一个梦 一定要哀求满清王朝 进行政治上的变法 从1894年 到1898年前后四五年当中 他们不断上书 不断写文章 开幻学堂鼓吹政治变法 到了1898年年轻的光线 深恨自己将来 求义 长安不易而不可 决心直直 康永为 实行政治变法 白日违星 来源了 白日违星 一百天 大家都知道 所以他才叫白日 可是这一百日的明智违星 他毕竟 我讲错了 白日违星 他毕竟是一个政治变法呀 他怎样起来的 是因为家门一战 打掉了中国人的脚 是因为家门一战 打醒了政治变法的执行 可是 一百天就失败了 那么这场变法 为什么会失败呢 这场企图解决经济变法 所不能解决问题的 这个政治变法 为什么转眼即逝 第一 他在思想上 没有个新的思想方向 康永为的变法思想是什么 叫洋人有教 而我不教 他要把儒学变成宗教 用宗教来统治这个国家 所以我们只有在宗教的统治下 我们才能够强盛起来 康永为不读海外的东西 不知道西方的历史 他不知道 欧洲之所以强大 就是因为他从教权力解放了出来 他没有去吸取西方正在进入着的自由民主思想 自由经济思想 民主政治思想 他企图用宗教的方式 来控制一个国家 把几千年从来没有过教证合一的中国 变成教证合一的中国 当然他错了 他必然失败 因为他思想错 第二个 他错在哪里 他错在 他的正式变法 只寄期望于他的那个年轻的没有权益的皇帝 斯西太后说 康永为要变法 为什么不来招 因为那才是大清朝真正的皇帝 他找了光绪 得罪了西太后 就得罪了整个满清朝廷的权贵 他的改革 他的政治变法 能够成功 他在内容上 内容上最重要不起的一点 他是废除满族贵族的特权 这条很了不起 为什么了不起 因为直到今天为止 共产党改革开放25年 还没有宣布 废除共产党党组的特权 废除共产党割级干部 高中低级干部的所有的 击逼待遇的特权 所以我说 这条是要肯定的 其他的那就是改革行政 改革行政的方式 还有一条是很重要的 太罗学建立京师大学 这是他做到的 改革八国 改式策论 可是你把他这些变法的内容加起来 你看你发现什么 你发现所有的这一群 都是仅仅是政治行为的改革 大清朝专制统治行为的改革 而不是制度的变革 他失败了 大清朝在他搞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的 第一大历史阶段 变法阶段 不论是经济变法 还是政治变法 都失败了 慈禧太后拉下也来 砍掉了 谭思同等六个 变法维新人士的老蛋 通级了 通级了二十二名 著名的变法维新人士 他们都逃到了海外 跟八九年很像 然后将一期的变法全部终止 在长达两年的时期内 经济改革停止了 政治变法也停止了 这就是满清王朝的变法阶段 度过了这个阶段之后 也就是说 在经济上的变法 和政治行为上的变法 都完全走不通以后 大清朝陷入了一个 一根火柴的点得着的历史状况之下 那么另外一个改革 就要来临 可是这个改革在来临之前 大清朝度过了两年 非常痛苦的盛业 这两年当中 大家都知道 庚子之变 八国邻居进了北京 西太后逃到西南 义和团起来了 先是要扶清灭羊 然后为羊为亲所灭 整个中国皇帝逃跑 太后逃跑 整个中国处在一种 非常凄凉的状况下 中国怎么办 大清朝怎么办 就像1991年 4月 邓小平在乌克赖河的时候 南下武汉 南下深圳 要求推动 第二次经济改革一样 我们的慈禧太后 很聪明 她在西南 在保住了她的老命之后 于1900年12月29日 她发表了一个诏书 也叫上语 她在这道 造出了一个诏书 事有万语 不变之常经 无一成 不变之惩罚 不可变之三纲五常 如日月的肇事 可变之利家利益 不仿佛情愫之改选 我想大家都明白她的意思 她终于从祖宗之法不可变 到承认祖宗之法可以变 她终于从 三纲五常不能变 大清朝统治不能变 祖宗之法不能变 还有她自己垂念听证的最高皇权不能变 这四个不能变当中 终于承认祖宗之法 可以变 终于还要坚持 三纲五常不能变 而三纲五常不能变 运游的怎样的意义呢 大家都知道 三纲五常 第一纲 就是君为成纲 所谓君为成纲 就是皇帝不能变 皇帝不能变 那就是大清朝的统治不能变 实际上她从四个不能变 只放弃了一个不能变 其他三个不能变 全部依然保留了 我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想到我们共产党的 四个坚持 在想象自习太后的四个不能变 历史正是何能的 惊人的 相思 可是西太后 毕竟开始想变 于是她 一定不准梁启超 康有为回国 可是她却把康有为梁启超的新政 在她回到北京以后开始推动起来 继续进行经济上的变化 和政治行为上的变化 她的内容 比较特殊的 很了不起的 是废科学 进一步的派人学 还有 就是 所谓的 改革官制 我不多说了 她的改革官制的结果是 是把汉人的官员的权利 又一次的在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式中 集中到满族贵族的家里去 被其道而行之 这就是慈禧太后 在这两年过渡期 终于痛下决心继续变法的主要内容 这个内容 充其量 也只能如她自己所说的那样 是新政 那么她的 有个著名的大臣 自称是老太后的一条狗的 秦春仙 就当她的面说的一句话 先政先政 不能先政 先政只能制造 更多更大的腐败 先政是什么 袁世凯在天津衙门里面 表演了一场 法治的大戏 这场大戏 用法律的形式来保护 大清朝的皇亲贵族 他们腐败 他换了瓶子 他没有换酒 可是 人民还是有自己的要求的 在这个情况下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现 经济变法惨淡的失败 政治变法 是血淋淋的失败 中国该怎么办 中国必须走向变质的道路 那就是必须改变现存的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制度 必须改变已经绵延了2100人的君主帝制 正是在这个情况下 大家知道有一个人叫张蒋 有一个人叫汤寿杰 还有一个人叫郑孝旭 这三个人在1903年 突然提出 要求君主帝宪 君主帝宪 刚才我说 他在追求一个新政系 在王冠之下 走向共和 从十军共和 走向十军共和 这个要求 对当时是十分进步的 1903年 他们在朝延之间 联络了满清王朝 体制内和体制外的所有的 很多的有志向于中国改革的知识分子 他们团结在一起 强烈地要求满清王朝进行预备的线 进行立宪改革 满清王朝怎么回应的呢 满清王朝1904年装呆不吭声 静观其情 1905年觉得实在是拖不下去了 派五大臣考察西方考察外国 可是带回来的经验是什么 是完全有故 外患可牵 内患可疲 1906年 在朝延的进一步的要求下 满清王朝 自习太后终于答应预备一线 预备期为9年 1908年 慈禧太后光信皇帝先后去世 全国威以汹汹 要求一线改良的呼声 一见其高 在这个情况下 摄政王载风 答应 讲预备一线的年头 从九年速短到六年 于是 他又用了另外一个话 成立各省的资议局 就是各省议会 讲一批要求一线的知识分子 揽进满清朝的专制统治体制之类 让你们做官 可是这一批做了官的体制类知识分子 还是要求迅速的立线 以似乎 宰峰 把他们遣返了人家 宰峰在他们的要求下 成立皇族内阁 在十四个内阁成员当中 九个是皇亲国族 洛军大臣 军资大臣 海军大臣 都是他的亲弟弟 改良派 立宣改良派 向全国发表宣言 写了四个大字 叫希望全决 希望满清皇朝自己来进行一场立宣改良的这种要求和期望 是不可能实现的 与此同时 大家都知道 1898年的康尤维梁启超 他们发动了另外一场运动 叫保皇币 1899年 康尤维在加拿大建立了中华帝国皇帝保护会 保救皇旬 反对此起太后 就像这么些年来 我不知道在澳大利亚你们知道不知道 我在美国是挺明白的 保救造死亚 反对邓小平 反对邓小平 一模一样 这有二事 那么康尤维在1899年建立保皇会 1900年里利用华侨对他的乡献 捐款六十万美元 其中有二十万送回国内 在长江沿万七个省发动 秦王运动 发动起义 一个早晨被张之洞捕杀两百多个首领 重要的改良派手动 谭财长也被害了害家 这场保皇运动失败了 于是 在痛苦的辗转反侧之后 康尤维良起 在1907年 终于把 保救大清皇帝会 改变成了 预备立宪会 中华帝国立宪公会 于是后 保皇改良和立宪改良 赫尔留之 但是结果我刚才也说 由于 改良者 呼唤改良者 倡导改良者 传播改良者 都是在求人改良 高喊改良的朋友 你手里没有权力 你没有权力去改 你只能向一个掌权的 低声下气的去求 掌权的要改 你就有成就 改良就有成果 掌权的不改 你根本就没有用 郑宗山先生说得好 欧洲君主 一切都是 革命失所赐 缺少了一个 革命的逼迫的条件 皇帝们 党委书记们 中共中央的领袖 会自动的改化 没有人那么自觉 所以 满清皇朝改革开放的 第二个阶段 就是立宪改良的阶段 可是一线改革这条路 没有走通 我们现在可以顾一下 从1865年太平结果灭亡 大清皇朝进行改革开放 首先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以来 到 1911年 保皇改良 一线改良全部失败 前后46年 分成两度 第一度 从1865年到1898年 第二个阶段 1900年到 1911年 前后两度 有声有泪 有歌有爱 有情有恨 可是 46年 改良未成 改革未成 经济变化失败 经济变化失败 政治变化没有走通 怎么办 中国怎么办 该走什么路 我下面讲的 第二个大问题 就是 森文的 共和革命 我想说明的是 改良这个东西 是在 对县城统治表示承认的前提下 请求或者说要求他改革 可是走不通以后呢 就又出现了一个 必想凉伤的问题 孙中山学生从1894年 在 谭香山创立新中会 号召革命 没有人理睬他 他那二十几个人呢 在 不论是海内 还是海外 都是过街老鼠 天下重器 人人都把 康有为 娘起草的 保皇改良 看着 看错是 拯救中国的 唯一的良药 和唯一的道路 孙中山 这个 龙家子出生的 在美国长大 既了解中国 又了解西方 既具有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知识 又拥有 西方民主自由体验 这样的青年 在一个国家需要巨大变革的时候 所提出来的这一项 革命主张 他以前的部下 居然在 汤友为他们 到了日本之后 在 孙中山先生 自己创办的 大同学校大门口上 贴上一个条子 请森文主义 本校 树不在 接待你 你们看革命是没有人弥彩的呀 你说要推翻满青 王朝人将看到你都怕呀 没人支持啊 可是 他的革命怎么起来的 很简单 就是因为 经济变法失败 就是因为政治变法走不通 保皇改良碰了笔吗 你现改良垮了吗 这所有的目睹不通 满青王朝对于任何对他最好的建议都支持于杜文 任何一心意义的为他着想 希望他能够真心的学好改好 他都是完全不理不睬 怎么办 革命悄然来 孙中山的革命 我想我从这几个方面进行一个简单的说明 第一 他的革命原因我也讲过了 是因为 满青王朝 没有能力 也没有愿望 去真正改造自己 把他从专制统治 变成一个 一线的政治制度 这是最根本的愿意 所以 在1898年 无需变化 瓷青灾后 砍了六个变化人士的脑袋以后 人心开始悄然的变化 革命两个字悄然的回到了中国人的作戒 1900年 孙中山先生发动惠州起义 虽然失败 被人们过去称作江阳大盗的孙中山 虽然在朝野之间得到了佩服和赞赏 宗山先生自己也说 惠州起义之后 国里有事之事 多恨 我事不成 说明人心在发生的变化 人心已经开始理解 求满青王朝改良改革 这一条路走不通 1900年之后 孙中山学生寻足自己的想法 继续的走下去 革命就是这样的在这个青年的鼓动下 在我们的青年学生当中 在1903、1904年 清王朝发动起来的反日运动 清王朝发动起来的抗俄运动的过程当中 漫漫的被留学生 被海外外的青年知识分子 开始认同起来 这就是 孙中山先生 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号召共和革命的 一个 最浅显的原因 当然 他还有四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第一 欧风美与垂直 欧洲的自由民主进步 美国的独立 是孙中山先生要发动他的共和革命的外在原因 内流腐败王朝使人民死去活来 是孙中山先生要发动革命拯救人民的 重大的内战 变法失败 变质失败 给孙中山的革命带来了 先机和条件 正是在这样一些条件下 孙中山先生 抓住了一点 抓住了什么 抓住了一个世界大潮 和这个世界大潮与版清王朝 出路的关系 与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出路的关系 他抓住了这个大潮 不论这个大潮在当时还有多少人根本不能懂他 但是他抓住了他 他坚定地抓住他 怀着信念 因为这样的信念 中山先生 为自己的革命 找到了国内国外历史和县层的重大理由 特别是 他从中国的传统优秀文化 找到了 革命 变革偏命的 历史 政治根据 温诸一夫奏 慰闻士君 孟子的话 杀了一个坏王帝 不许杀了一个 人君 我们的 古代文化 有变革天命之说 而天就是民 天天自无人心 天是自无人心 天就是民 民就是天 人民要改变自己的帝王 那么天就要下命令改变这个帝王的统治 中山先生从自己古代文化里面找到了我们自己的天明关系 依据这个天明关系把一场在西方追求自由民主的革命和中国人民要追求民主自由的革命 反对满清王朝的革命建立共和国家的革命 就这样天一无缝的结合起来 第二 深中山学人革命的理论 我想告诉大家在八十年线 在一九二几年 当莫斯科建立中山大学的时候 当苏联以所谓的统战深中山来进行发动中国的共产革命时 就是在这所大学里面 在这个名叫中山大学的大学里面 没有一个教师讲过一堂深中山的课 没有一个教师说深中山的三民主义是正确的革命的计划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语言 八十年后我来到海外以后 听到很多人讲的话完全一样 那就是三民主义过时了 那我今天借着这个机会 台湾深中山先生的革命理论和他革命理论的根本基础三民主义 我不想做三民主义研究一样 我也不想自己发挥一套 我们还是暂且先做一下原教制主义者 看看深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的三个关键问题上 他究竟是怎么说的 他说的东西究竟是过时的没有 对今天还有什么意义 第一 中山先生说民族主义 他是我的民族主义 绝不以复仇满清为人事 物欲满清 和平共处于中国之类 这就是我对类的民族主义 对不对 没错 知道今天也没错 比那个天真感敲动的 族群斗争的 某个岛上的政治局面恐怕有进步的多远 开明的多远 我的民族主义对外是什么 对外 勿求民族之独立 中华民族的独立 发扬我固有的文化 吸收世界的新进文化并光大致 与世界各民族并驾齐去 与世界各民族并驾齐去 错了 没错了 我们现在一些爱国 爱得糊里糊涂的变成爱共的朋友 不是天天都喜欢讲 二十一世纪是我们中国人的世界 这话不幸远 宗三先生早说过 勿求民族的独立 保存我固有的文化 吸收世界先进的文化并光大致 与世界各民族并驾齐去 曾宗三的民族主义 不论是对类对外 不仅在当时是正确 今天也是正确 第二 宗三先生有远见 他说我的民族主义 第一 是民族 我的民族主义是第二 是必然不能够 先民族后集中 他想想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有一句名言 叫民主集中制 有的集中还有民主 宗三先生在一百年前 就说得很明白了 民主就是民主 没什么民主还集中 第三 我的民主不先立宪 然后 方可一致 那就是宪政 我们今天有很多海外的朋友 今天搞个宪政基础部 明天搞个宪政颜导会 他不知道一百年前 宗三先生就讲了 中国要走向共和 必须是要走宪政的道路 从字面上看 从精神的实质上看 他错了 没错吧 到今天为止 我还没有发现 谁把民主讲得这么清楚 好不好 我稍微发挥一下 因为有人问我 孙宗三先生为什么不讲民主 讲民权 孙宗三先生为什么在他的三民主义里面不讲民族主义 民主主义 民生主义 他非要讲什么民权主义 我认为 孙宗三先生比我们聪明的多 什么叫民权 人民没有权 哪里能做主 民权是第一步 这到今天为止 还非美式的 取权运动 取权运动就是 新的民权运动 在门黑很多民权主义者 还有很多的民权组织和 社会 所以民权是民族的初步 人民争取到了自己应有的权力 他才可能来做主 这一点 还比较好理解 第二点 更重要 宗三先生提倡他的革命的时候 面对的是一家专制统治王朝 是一个敢于杀 敢于官 敢于对人民进行残暴统治 专制 如果你要是说人权的话 我请问 满军王朝的皇亲会就大大小小的官员们哪一个没有人权 中国共产党六千九百万党员里面的 四千九百万科技以上干部 哪一个没有人权呢 他们不仅在享受的 充分的享受的自己人权 他们甚至于把我们其他 十亿人民的民权都拿过来被他享受 所以讲民权具有相对性 具有抗争性 民权是相对的专权而来的 在我们还不能实现民主的时候 我们的人民还不能够建设 确定和确认自己的民主制度的时候 我们首先就要有民权意识 而民权是天赋的民权 民权是人权的一个部分 民权 只要我们有了民权 我们才能够去争取民主 我们有了民权的概念 我们才可以大胆地坚定地去反抗 他赚钱 反抗那个富都罗民权的 转制权 我不想多做解释 但是孙宗三先生真的是要不想 所以孙宗三先生说民权 他还包含着另外重要的意义 那就是 他的革命 他的国民革命 又被他称为叫民权革命 人权天授 民权也是天授 只不过被专制统治者剥夺 被剥夺的民权 我希望你还给我 那 咱们就好话好说 被你剥夺的民权 你不还给我 我找你要回来 你还要杀我 打我 关我 那就不客气了 这就是革命的由来 第三 孙宗三先生讲民生主义 错了吗 在这个事件上 到宗三先生为止 提出民生主义的他是第一个人 他的原话是这么说 欧美自机器发明以来 贫富不均值现象遂以沉用 横流所指 经济革命之业 游角执政治革命为游链 余为一老有一季 讲民族民权民生 并而为之 以其 色 经济革命之源 什么叫经济革命 孙宗三先生 出于时代的关系 他也不是神了 他也是人了 他只认为 那个共产主义革命 那个高教的社会主义的革命 就是经济革命 他要塞什么革命 他就要把 发展民生 当初一个民主国家的一个最重大的人民追求的目标 然后在这个目标追求和实现的过程中堵不住 共产主义 马克思门 要利用贫富不均 煽动 求能造反 最后建立什么 所谓的 无产阶级专政 孙宗三先生 虽然来不及 对后来的 马克思 无产级专政界 更多分析的评判 可是 他已塞进 革命系列 用发展 民生的办法 用发展 不问任何阶级 任何社会团体 任何社会集团的 民生的方法 用发展全体国民民生的方法 来堵住这场 可能被 为人类所造成的 暴劫 即所谓革 所以 我们大家想一想 宗三先生的国民革命以来 从民族主义到民权主义到民族主义 我请问大家哪里去都对 今天在中国大陆 民族是什么状况 民权是什么状况 民族是什么状况 大家还以为 漫大陆13亿人民 各个都是中国而已吗 或 确确实实 我们有太多的中华儿女 对一群马列子孙所劫持 我们的中国 今天的中国 不是孙宗三向上的中国 是马克思 向上的中国 我后面再说 这就是孙宗三向上的革命理论 那么孙宗三向上的革命理论是什么呢 大家知道1894年 创建了一个组织 然后 1895年在广州起 EIC失败了 失败以后 到 欧美去考察 在英国 被满清的 领事馆给抓了 然后 朋友把他救出来 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意志 他继续要发动中国的国民革命 自己极其坚定 可是在 1894年到1905年这个阶段 孙宗三 刚刚是从天下共戏 还没有走到天下动用 宗三先生自己说 这么多年来 革命革命 每一次革命失败之后 就好像 就好像只剩下我们一个人革命了 为什么 很简单 他后来明白 是因为他缺少一个先进的 一个正确的 一个最古道人心的 革命革命 好在1905年 正中三年到欧洲第二次去 考察 他在鼎尼市的首都布鲁塞尔 他在布朗尔斯 他第一次跟三十几个中国留学生 谈了他的三民主义 没想到三十几个留学生 都赞成了三民主义 觉得这是一个 决西方文化 政治文化 精华的好主义 我们就跟你干 然后三个月之内 他在德国的柏林 又讲他的三民主义 十三个中国留学生 说我跟你干 下一个月 他又在法国的巴黎讲三民主义 十一个中国的留学生 说我跟你干 三个月以后 有欧洲的留学生联系日本的留学生 当时留学生的大本人在日本 在东京 一千多个留学生 邀请生工三学生到了东京 然后三百多人 认为三民主义正确的 于是乎在中国 近代的正常 伟大的共和革命的艰难历史当中 一个非常正确的代表世界潮流和人民追求的思想 三民主义的民主共和革命建国思想 终于和我们的新一代的优秀的清廉吃分子 结合起来 革命 大大地提高了他的品质 革命开始有了自己的方向 革命是以共和革命的姿态出现在我们中国人民的面前 革命以共和革命的性质划清了中国一代王朝 革命的那样一种 只推方旧王朝 又要建立新王朝的 这样一个老的套路 曾文三先生的革命 就是这样在1905年以后 获得了巨大的发展 一年之内同母会 从三百多人发展到一万八千人 官内 中国官队出零下 一万十七个省 一年之中 一万八千同母会员 中国同母会创建两年多之后 1908年安庆的新军 就已经发动了起义 三百人抛头颅撒热血 在满清的妖刀之下 可是革命 革命的思想 革命的共和主义的目标 已经深入到大清的军队之后 又过了三年 在黄花岗起义后目标震荡全球之后 武昌起义一声枪响 大清朝瞬间被放 求了满清王朝46年改良的 全中国的改良派的 花然一声 拥挤革命阵营 在短短两个里内 西渡革命派 让中国关内16个省 纷纷独立 瓦解了中央朝廷 满清王朝 没有因为 上海的高楼大厦 而救得了自己 没有因为他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 他在经济上的巨大发展 而救得了他自己的命 革命 孙中山的革命 就是在人心的趋向之下 在人民的要求之下 在世界大头推动之下 在一个古老的中国 在两千多年君主地制的中国 轰然一声的成功 有人说 辛亥革命是失败的革命 不是胜利的革命 1987年我在我自己的长篇小说里面 信用一个历史学者的话回答他说 看一个革命是胜利的还是失败的 关键要看这个革命和他对象的关系 这个革命如果打倒他的内向 战胜了他的内向 这个革命就是成功的 这个革命如果没有打倒他的内向 没有 真正的结束他的内向 他就是失败的 辛亥革命 不但推翻了268年的满清王朝 而且 结束了2100年的 君主地制 从那以后 袁世凯起初复辟地制 83天就 一命 全国人民共激制 从那以后 即便是共产帝王毛泽东 也要走到天安门城楼上去让人民对他三无万岁 可是毛泽东 绝不敢穿着龙袍 端坐在本京天堂的金南殿上 中国没有破片 中国人 中国人 不再把辫子 输一个长长的注意 小脚跟我们中国的妇女开始分手 我们见到当官的 不论是大的小的 不需要磕头了 这就是新派革命 这就是新派革命 给我们的人 给我们的国家 给我们的生活 难道这一场革命 还是 失败的 不是胜 第四 孙中山先生 革命的成果 他的成果是什么 刚才我已经讲了两条 第一条 推翻了满清 接触了帝制 有一位搞民主的朋友 在我刚出国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讲 他说你认为新洞山怎么样 我说我很佩服他 我说大陆老板 现在都很佩服新洞山 我说新洞山算什么 他才搞几天呢 我告诉你 我这是不算笨 但是我真的一下子回答不了他的问题 可是过了一会儿 我还是想起来 我说你怎么会这么说呢 孙中山先生子搞了16年呢 风风雨雨16年就推翻了268年的满清王朝 2100年的军党帝制 你还说他没搞几天 这个功劳 这个壮举比天都大 他妈天同那个窟窿 我说你们呢 我说你们搞多年了 他就算 二十来年了 我说二十来年 你一个村委会都没有打下来 我说孙中山没有得几天 当然这个朋友现在是我的好朋友 我说这个话没有想到这 他现在很明白 他现在是这条道路上的坚定的追求者 我们不要 平白无故地 忘带我们的前人 我们要记住先辈的奉献 先辈给我们的家 孙中山先生还有一个最大的攻击 他的革命的成果 那就是创建了亚洲第一个民主共产 中华民国 我心中的大中华民国 我心中的那个包括外国在内的 1945年又收复了台本 大中华民国 我们的亚洲第一个民主共产 我今天想讲的是 我这么高兴 我这么兴奋 我这么骄傲地说我的大中华民国 在座的朋友们抱给我掌声 我想告诉大家 我之所以能够这样说这样骄傲 是因为 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大中华民国 他真的是一个信中国 好 我现在讲三条 你们看 这个中华民国 这个大中华民国 他像不像一个新中国 第一 在政治上 我用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科学院 组编的一本历史教科书这话来说 他是这么形容中华民国的 他说1912年元一日中华民国重建 民主空气高涨 民主潮流向前 在中华民国民政部 注册的民间自由政党 就有25个 我讲错了 85个 团体 22个 国家的三权分立的基本态势 得以建立和维系 人民 上可以批评总统 下可以观济民事 人民 可以拥有自己的报纸 500多份 对自己所关心的国家大事 社会问题 都可以展开批评 都可以发表自己的意见 这可是在中共 预制的近代史教科书上说的话 就从这一点来看 我们就发现 中华民国 创建以后 中国从来一个没有政党的国家 有了政党 85个 民间自由团体 22个 各个党派可以自由竞争 这难道不是新还是旧吗 中国从来没有国会 中华民国创建以后 有了国会 有了参议院 有了众议院 大家看过走向共同吗 看到上海法院 要追查杀害宋教人的凶手 那个法院的检察官 庄严的站起来 要让国务总理 道庭受审了 今天你敢在法院上公开说一句 让哪个市委书记到法庭来 你敢谁说 政法委书记没有讨论通过你敢说 中华民国宪法 在他的第100名义条里面 是这样的写着的 中华民国 中华民主共和国 是一个永远同意的 不可分裂的民主共和国 请大家查天坛现场 中华民国宪法的第一个 这样的国家 在政治上 你说他像不像一个新的国家呢 是不是有点像要走向共和鸟呢 跟1949年以后 那个一建立 所谓共和国就开始大开杀戒 就开始取缔 一切的言论自由 就开始做了许许多多 让我们也想的 不愿意想的 痛苦的往事的那个共和国 想 哪一个 更像一个新中国 中华民国在政治上 化开了自己 和2000多年 君主地制下的传统 专制国土的界限 中华民国 从1912年开始 终于开始为了走向共和 而进行准备 进行 建议自己的民主政治 发投了 所以在政治上 它是进步的 它是一个像一个新中国 它有了严重的自由 所以我们说政治上它像 那么经济上 满清改革开放 其实在经济上获得过很大的成就 我这里报个数字给大家听 1820年 1820年 鸦片战争前20年 满清广草还没有进行改革开放 你们知道 国民生产总值我们中国是多少 我们中国占全世界的 百分之三十三 你们知道欧洲占多少 百分之二十五 美国占多少 百分之二十七 1840年以后迅速降落 可是降落之后在满清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 又迅速升起来 直至升到了欧洲乡等 占全球的 25% 这个不可谓不叫成就 不可谓不叫很伟大的成就 它的年增长率 是以百分之十八 百分之二十 百分之二十五万上涨的 比现在的什么 保七保八 多了两三倍 可是 新改革命之后 新改革命之后 从1912年 元11号到1919年 8年当中 中国民族资本 自由资本的总投资 是满清王朝改革开放46年的总和 就是在这八年当中 中国出现了自己真正的民族工业 民族的自由经济体制 中国出现了火柴大王 钢铁大王 造船大王 中国在满清的民族就早已能够造万登轮了 1914年3月15号 在上海 完全由民间商人自己组织的 自己建立的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 庄严的成立 在这个联合会里面 它代表是中国新性的民族 企业家的 利益 在这个工商联合会里面 没有党组 没有党委 没有任何一个党敢来领导它 难道这还不叫新吗 还是旧 今天我请问 在我们的祖国大陆 哪一个乡镇上 哪一个县市民 哪一个省到北京上海 我们那些今天所谓的红色资本家 你们敢为自己建立一个不要共产党领导的控制的工商联有吗 所以说在经济上 它是迅速的在建立 这晚清专制型改良经济所形成的市场经济的基础 在民国建立之后 得到迅速的发展 中国的民族民间的自由经济体制 就是在1912年以后迅速的建立和形成起来的 第三 在思想文化上 我不多说了 大家想一想 新文化运动 为什么不会爆发在晚清改良时代 恰恰是在新派之后 中华民国创建之后 中国的新文学运动极其伟大的成就 为什么不是产生在晚清改良时代 恰恰产生在新派之后 中华民国创建之后 中国的白话文运动 形成波澜壮阔的民间运动 为什么没有形成在 满清的专制改良时代 恰恰行在中华民国创建之后 那就是因为 中华民国所带来的思想议论的自由 给了人民 可以为自己的思想和文化进行自由建设的 历史的新生运 回顾 1912年之后 中华民国创建 在政治上 在经济上 在思想文化上 他真的像是一个新中国 他真的是一个新中国 至于 辛亥之后 中华民国创建之后 为什么 中国还要出现那么多混乱的状况 甚至于 革命非但没有结束 革命在变成花样的变成了各种各样的模样 为什么 专制势力在一度 还居然重新反复了回来 一个变相的专制势力 竟然打着革命的旗号 在辛亥之后的中华民国的 国体之内 萌生发展起来 这一切 我将在 第二讲译里 内忧外患 和整项共和当中 在向朋友们会望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